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天憲 那今天我們又要來開箱了 這一次的主題是 發足機時間 噢,很大盒喔 Dynotrop 這款是美國Nephety在 2015年時候所播出的 動畫好裝,緊接著 他也做出了 他的相關玩具 那所謂Dynotrop的意思就是 Dynos是恐龍的意思 Truck,就是有點那隻卡車 恐龍重機的剪血 它這個動畫主要是一些 工程上常用到的重型機具 加上我們的恐龍去做結合 像這一款 我買的它就是一個遊戲的場景組 暴龍跟挖土機的融合 三角融的話是跟 推土機做融合 甲龍的話是釣車 其他的像甲龍的土車跟 劍龍的垃圾車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在YouTube搜尋一下 Dynotrop 會有它相關的3D動畫卡通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這邊有 那個做分割線 不錯的設計耶 打開是這樣 還有一張黑白的說明書跟一些貼紙 內盒的打開是它的一些機關 登登登登 先貼貼紙 組裝 完成 它後面這邊有一個升降台 把它放在這邊 等待電梯的感覺 然後這邊有一個機關可以把它綁上 然後你可以從這個洞看到它 四偶就到這邊了 喔喔喔喔喔 雖然它可以從這邊放 它這款完全需要 兩個這個Dynotrop 作為遊玩的 因為只有一台 我們另外一台就拿這一台 這個是Cobo的挖土機 看能不能順利的玩這一口玩具 那首先 就照片開始玩法 我們先把那幾多一個Dynotrop放這邊 然後 一樓 二樓 三樓 四樓 好 那還要沖囉 喔 它順利的通過喔 那正常的情況下 像這個都能夠重的 它滑下去有沒有 它是被它咬住的 那第二台我們就需要來救援它 那它第二台在撞到這個時候 它的之後就會打開 鋪到就可以滑下去 然後順利的就可以被救出來這樣 再來一次 這一台可能重量太新 沒有辦法觸動它這個機關啦 哇 被咬掉 成功解救 好 那以上就是這一款遊戲組 大概的玩法 那其實我覺得它 這一款 跟我們一般所有 像蜂蜗那種一樣 它這邊其實你看 它都還是有拼接固件的 其實可以買越多款 它就會變成一個很大的那個 豬兒祭公園的感覺 不過外面我們來簡單的看一下 它所附的這一台暴龍 它其實身上是有蠻多細斜刻畫的 從我們旁邊的散熱啊 然後 手撥的話可以做簡單的活動 這樣 那比較可惜 只是它的嘴巴那邊都不能動 尾巴是做有點像軟膠件 可以輕輕咬 可是這個建議不要咬太多次 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 那在我發這部影片的同時 應該我的訂閱數 也快達到一千了 或者是已經突破一千 那沒關係 不管 那我現在就來準備辦這個抽獎活動喔 獎品的話是這樣 登登 之前說好的 B88 然後握把 重量調整器 那現在我再加碼這個好了 B5的海赫力士 好 那要怎麼參加抽獎呢 還記得我之前都有在默默的推廣我的粉絲專頁嗎 雖然沒有什麼人來啊 呵呵呵 因為訂閱數還沒達到一萬 YouTuber不會給我有創社群的能力 我沒有辦法直接在YouTuber上有扣文的動作 所以平常如果發電什麼新的玩具或新的資訊 還是會以FB粉絲那邊為主 那希望我YouTuber也可以趕快達到一萬訂閱 雖然這個路應該是蠻遙遠的 抽獎的方式會用我的FB粉絲專頁 那FB粉絲專頁那邊會有一篇置頂文 只要在那篇置頂文按讚 留言標記兩位朋友 另外再幫我的粉絲專頁按讚 滿足這三個條件就可以參加我們這次的抽獎 那抽獎的期限我想一下喔 現在幾號 這樣好抽獎的時間到我們的8月18號 也就是我們全國大賽高雄育選的那一天 18號當天都還可以進行留言抽獎的動作 那19號開始的留言都不算在內 事不宜遲趕快去我的FB粉絲專頁按讚 並標註你的朋友參加抽獎吧 好那這個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會喜歡 掰掰 再次見到我們 影片的欣賞 我們下次估計 我們下次再見 請看 我們下次再見